大家好,我是爱中华的老王,现在这谢谢大家啊,太支持老王了,谢谢,多支持老王,谢谢大家啊,就跟大家聊聊的,这个这个川普不靠谱总统,嗯,美国的著名的啊,第三位美国总统,不靠谱总统,他这个,刚才我发的一个视频啊,这个他已经对欧洲陷阻了,全欧洲陷阻,然后呢,拍这个脑门,哎呀, 啊,我要考虑一下你中国的这个入境的问题,我看你还姓啊,我操,你看我还行,我看你家现在特别扭,你知道吗,你蛮似乎你,有个七星瓢虫,然后他刚才说要评估我们的疫情安全,您他把一身七星瓢虫似的,还就是孤独,您刚才说,我评估一下你的安全,就这,这话,只有他说,他不靠谱嘛,只有他说,我们中国人肯定说不出这话,嗯, 嗯,他现在在抄中国作业,他从,他从各种区域的,巴中国的那个,那些东西,那个那个小医生,知道吗,那个视频,那小孩,他是美国专业医生,好,我查一下,就确实,网民说的对啊,他是个专业医生,他说的很对,他们在抄中国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办法,但是他不承认啊,他,他可能他不承认,他,我没得见,我得,这个十四天,我早就想过了, 那天做梦我就想了,就是被你们先说了,他是什么,他在抄中国的这些流程,包括消毒,包括防疫,那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咱们那个环球上登的那个,一张照片啊,是美国医生反过来的,美国故事反过来的,他建的所谓的那个,华盛顿的那个,那个,那个,自己的方舱嘛,实质上,其实就是那救援帐嘛,跟意大利那差不多, 他里边连基础的医疗消毒设备都没有,就,他护士,连个基础系统的设备都没有,他这些他都要抄,你明白吗,你就知道那些大片他妈怎么拍出来,我估计他们坐马桶上编的,我今天看了三部美国,美国灾难大片,你知道吗,包括僵尸片,我看了三部,看了三部,看我都睡着了,然后,那个,他现在第一本作业,我看他抄的还可以啊,封的那个什么城,然后这个, NBA停了,NBA挂了嘛,看NBA的兄弟们,都看老王的视频嘛,别看NBA,你看不了啊,NBA停了,你知道吗,NBA感觉来了,这个,这个,他的那个,他那个什么,他那个欧洲旅游也报销了,欧洲旅游计划报销了,有一个,我想起来,那是莫斯科保卫站,一个很老的电影的太子,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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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伯克, 那个站在那个莫斯科那个那个广场的远处啊 他一个村座的那块 看着那个看着他最后一批坦克车上去 被苏军的炮火击灭以后 说一句话 一句话 我的坦克集团军爆枪了 这个啊 这个不靠这个这个美国现在抄的这些作业啊 我觉得啊 中国这个作业 我觉得分两本 他得分两本 第一本作业 是属于外加工 属于是这个这个这个招式 这个就也很好抄 这很容易抄 你只要认真看 认真比划 我们底下滑着漫画 都有招式 你俩还一抄 不像封村 封华盛顿 在那个监狱岛挖坑 弄那个小帐篷 四边偷疯 把病人搁在里面 刚刚说他那放仓 每天就会整个人 然后你这样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第一招啊 咱就算得及格了 他这个 抄的就算及格了 我看你第二招怎么抄 对吧 你第二招这个 我们是用全世界现在 老王敢这么说吧 全世界现在 治疗新冠的 办法 有一广告词怎么说 挖掘机 哪家抢 叫我们中国 我们治疑 我们六万多同胞 我们六万多兄弟 治好了 我们有八万病人 我们治疑六万多现在 你就看看这个数字 我们有 是我们红线最高 咱们承认 我们绿线 比你们谁不高 你们他们有绿线啊 除了一个日本韩国 韩国是在我们远程 这个专家组的在 在远程沟通 咱们新闻报告 跟他们在远程沟通 这个 当然是有药剂输出啊 日本呢 应该是有中医的啊 那这边这不配合 有药剂过去 伊朗要是有 那是很正常的啊 我们的专家组在呢 伊拉克要是有 有治愈 也是我们的专家组在的 现在后面 你看到意大利 如果有出院 有治愈的 是我们的专家组 已经过去了 这你明白吗 我们的手在呢 那要是弄不好 那就是师傅的本事不行 对不对 那不可能了 那我们这个密集处的 那肯定是想办法 让你练出来 对不对 你美国这本作业 第二本密集 你都不超啊 你如果 像你们华盛顿州 州长说的 两者我扛不住 我就留完死了 OK 你六万四 加上现在 你本七万 啊 你很美的 还差一点 你在努努力 你别的州在努努力 超过我们了 你这超过我们以后 你又超级力的国了 知道吗 但是你八万人生的 你怎么出去 咱们不开完药说 你怎么出去 你让这八万病人 怎么出去 你真让他拖到年底 等到你们那个 不靠谱药厂 出来那个不靠谱的 疫苗吧 我都不知道 你靠不靠谱吗 别吹牛逼了 连一个设计盒都不靠谱 我们给你们 基基图 什么都给你们了 不过这么说 第一时间就给 给了各个国家 你知道吗 给你那么长时间 连世卫都 骂你们 纽约时候 你那活该 结果你玩出一个东西来 那么大一bug 我觉得 他们的政府 不是问题 而是bug 你现在看 就是现在存在的 这个问题 在这个第二本 咱们的网民在想想 美国就 抄咱们这第二本 这个秘籍 这个内功 因为你 你外面 筋骨鼻 内面一口气 这是中国 武术的一个缩影 那么你要练那个 一口气 这一口丹田 认读二脉 这是需要秘籍的 气韵 是吧 意念 这是需要秘籍的 需要口诀的 也就是说 需要忠诚药的 需要我们中医疗法的 你咋办呢 是不是 这个你懂不懂吧 有的朋友说 他美国也有中医馆 我跟你讲过了 多一半 不是唇味 第二 没有基础药 你怎么办 是不是 你不信咱们的专家组 你可以慢慢看 咱们专家组 也是得从国内 配药过去 你知道吧 他才能治 按照咱们的手法 配药过去治 咱们八种疗法 你知道吗 美国人说 咱们有一种疗法 搞说是喝人血 咱们那个 有一些叫血液疗法 压压后面 压压敢用这种疗法 就压把牛血 摘进去 老王属牛 真的 这帮王八蛋 反人类 我都觉得 真的 现在可以定 如果说这个事 在美国闹风 美国人民 真的应该推翻了 算这个 不靠古总统 一个反人类 这不就反人类吗 科学的道理 你不遵守 你胡说八道 整天都完 制造一个 他其实才是在制造 制造恐慌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一次咱又得讨论一下 这第二本作业 让他抄 前面呢 他要口罩 油鼻哄哄的 记得我说 那个姿势 那这回他这样 我翻开你 然后抄作业的时候 这回他没定 抄这第二本作业 你到哪个咱们药厂 登的那个介绍 没有用 中药大家都知道 中药是带密方的 这就大家都明白吧 就是我们登出 那个药方 那是常规药方 有一位 有一位绝药 那是不登的 你看现在药厂 也是这样 包括同事堂什么 人家中药厂 就是这个传承 上万年的传承 就这么下来 老鼓鼓就这么教的 那怎么着 你药神王爷 就这么教的 知道吧 所以 他怎么去抄那 密码 你叫那个 那个 英格尔格玛的密码机 你怎么抄那密码 没有这密码 你做的药就是个屁 那就是 那就是一只渣子 一点用不管 知道吧 治不了病 所以 大家想想 下面 他如果提出这样 又是一个事 都关注老王 咱们都一块吵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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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